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我卡洛斯 今天回到学校 不是想跟大家介绍手工艺 或者手作的杂作 而是想跟大家介绍一项学校的工程 等一项工程 我们不是鬼怕人做的 而是我们老师 校工 以及技术员 自己一起订购制作 接着就去应用 我曾经在我的Facebook投资出来 很多很多朋友都很有興趣 所以今天我就花点时间 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件究竟是什么 原来就是一个中型的LED墙 一幅这样的LED墙 如果有朋友曾经在学校做过 都知道价钱是多少 应该是十几万就可以了 但在我们学校里面 我们又如何建设出来呢? 说到自己建LED墙 在我们学校来说 不是新事 因为我们有位李先生 他对工程很熟悉 很熟悉 好像我们在门口 这个小型LED墙 都是几年前 李先生自己去订购材料 和装配出来的 大家知道 几个月前 卡洛斯就亲手 安宁萧剧团 謝晓妍小姐 在她的乐剧演出里面 就搭建了一个LED的板 就用来作为一个道具 当时是用来模仿 一个玉皇大帝的镜 令卡洛斯对这件事有了经验 于是 自己胆躁躁 然后呢 就为学校订购 这一块干 browsers 一块 une hell fato LED板 但怕我们买开 insight 这个工程的来综去脈 其实这个后一二三厘 � Window 在我们学校里看 就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货室 之前我們曾經搭建了一個地台 用來演戲 又或者進行其他活動 當時在地台後面有一個後頭射的螢幕 後頭射幕最大的好處就是 要預留一個距離 給後頭射的投射機 投射到這個幕上 所以這個工程說出來 在學校來說是相當浩大的 我們要把地台拆掉 還要把這棵木牆 重建一棵牆 在牆內做門、做窗 這些自然都是李先生和明叔 兩個人一手包辦 現在輪到這個LED幕牆的建構 究竟是怎樣 由於卡洛斯上一次 做過粵劇的LED幕牆 所以開始的時候 先聯絡這個供應商 叫它給我們一些範本 原來上一次 因為我們要拿到舞台上用 所以就要訂造這些便攜式的箱 要去到哪裡都可以隨意裝陷 但今次的做法就很不同了 我們的目的 是要在牆上建立一幅穩健的LED牆 所以根本不用搬來搬去 原來這樣的製作方法就更簡單 我們可以利用一塊塊的LED模組 去隨意設計和裝陷 成為我們心目中想要的LED牆 而由於不需要訂造箱 而公體的成本就更加便宜 我們只需要訂製一個支架 120塊LED模組 20個電源 10塊接收卡 以及一個視頻處理器 就可以安裝成為一塊 闊3米高2米的LED牆 不安裝部分一點都不複雜 只需要將這條條鋼材 在地上併合成為支架 把支架釘在牆上之後 就可以將電源和接收卡接駁好 而每一張接收卡都會經過牆線 連接12塊的LED模組 而電源供應器 就通過紅黑線供電比接收卡 以及LED模組 至於視頻的資訊 就是透過網線 傳送給每一塊的接收卡 所以這麼快 我們就組好這塊LED牆 建了LED幕牆之後 這個原來的後頭射區 已經沒有在用了 所以這裡就被李先生改建了 成為了一個控制室 裡面當然有電腦 音響器材 以至於我們新建造LED牆的這個介面 也就是視訊處理器 而視訊處理器 就是透過了USB cable 接著電腦 由電腦去設置和調配 十列的LED模組 究竟是怎樣連接起來的 例如現在我們情況 就是1981組 7651組 43211組 設置好接收卡列數之後 再要將每一塊LED模組的寬度和高度 都調成160x960 整個LED幕牆 就可以正確地出現十列的畫面 假設畫面所顯示的顏色 不對的話 我們還要在程式上 將紅色、綠色和藍色 三個顏色配對一次 之後 就自然能夠正確地顯示視訊的顏色 我們不妨一齊看看 原來這個LED場 播放YouTube影片的效果 是怎樣的 嘩 嘩 多棒 你看 不過畫面好像扁了少少 好像扁了少少 不過 裡面的螢幕 我告訴你現在 可能扁了少少 扁了少少 有了 有了這個大人的LED幕牆之後 將來我們在123室內做活動 學生就算坐到很厚 都能夠看到螢幕上的顯示 對於我們作為設計的二科技老師 這也是一個解難的活動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斯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記得按讚和分享出去 掰掰